在这昏暗的禁忌之地 一股邪恶力量从地心爆发 恶魔百变灵破除封印被释放了出来 在恶魔之主达摩的事宜下 百变灵化成玻璃的样子 潜入精灵王宫 将所有的圣子杀死 其中也包括了玻璃的男友 当威尔等人赶回王宫时 六名圣子已全部遇害 现如今 离开王宫的玻璃成为了唯一的圣子 众人也从玻璃的信件中得知 他要去远方寻找自己的姑姑 亚农当即决定带着威尔去保护玻璃 此时对着一切毫不知情的玻璃 已经找到了姑姑 在告诉姑姑自己在圣树下看见的幻境后 姑姑面色沉重一言不发 几天后 亚农两人找到了姑姑 从他口中得知了玻璃的去向 威尔连忙赶去 但没想到两人的见面异常的尴尬 心急如焚的他不慎滑倒 等他再站起来时 玻璃已经消失在瀑布下 等威尔转过身 对方已经用短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后 两人收拾一番准备返航 与此同时 圣树上第三片叶子开始枯萎 这次挣脱封印的是能够飞行的怒鬼 他第一时间找到这里 并杀害了姑姑 怒鬼也发现了赶回来的玻璃两人 他振动翅膀向着两人飞来 眼看两人就要命丧于此 亚农及时跳了出来 两剑就将怒鬼砍死 但亚农也受了重伤 于是两人将亚农带回了他的沉睡之地 威尔决定要用河中的淤泥为他疗伤 但就在威尔拿到淤泥准备回去时 竟发现玻璃被流浪者小蕾给劫持 原来流浪者首领拿到精灵室后 却不知如何使用 于是他便劫持来威尔想得知使用方法 可不料玻璃在晚上反劫持了小蕾 想以此作为要挟逃出去 首领却对此毫不在意 因为小蕾只是他花钱买来的手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 一声嘶吼传来 又一只怒鬼追了上来 这时威尔手里的精灵石发出光芒 他顺时捏在手心对准恶魔 一股巨大的能量喷射而出 将恶魔烧成了灰烬 威尔也因脱离晕了过去 首领健壮就要抢夺精灵石 不料亚农赶到就走了他们 原来亚农被沉睡之地内的魔法能量治好了伤势 休息了一夜后 三人继续踏上回到王宫的旅程 但途中却遇见了另一名会魔法的精灵